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 去年九月完工啟用 緊接著隔年台積電又要建新廠 台南市雙手高舉 大喊選我選我 事實上台南是有備而來 而且都準備好了 其實機會是留給準備的人 有準備就有底氣 沒準備只能靠運氣 一生準備好了 市長黃偉哲透過鏡頭 對台積電喊話 台積電拋出訊息 不考慮進駐桃源龍潭園區三期 台南市長黃偉哲隨即召集 市府團隊宣示全力爭取 台積電先進製程廠進駐台南 並列出六大理由 就是希望能吸引護國神山的目光 完善台南的半導體產業鏈 地點都選好了 就在南科特定區區段徵收的AB兩區 現在我們地方政府對南科所做的 包括都市機能 包括交通建設 還有包括水電供應 其實都已經相當 相當充分 不斷強調一切都準備好了 展現力爭新場進駐的決心 市長帶領局處首長 要把這座神山爭取到手 TVBS新聞故首長臨家一壇談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